要走上布達拉宮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你必須經過九百多級的樓梯才能到達這個這麼神聖的地方 真的不得不佩服古代建築設計師們的智慧和想法 提到西藏又怎少得代表建築布達拉宮呢? 這次我們都花了一天在這裡 今集這個Vlog就可以給大家欣賞一下布達拉宮的日與夜 這個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國家五一級旅遊景區的宮殿 是很多朝聖者心目中的聖地 亦是我心目中一生人必去的地方 我們終於來到布達拉宮了 真的好啊 我真的很擔心我自己來不了 現在OK啊 看到照片的時候 我是覺得挺漂亮 但是我來到看到真心覺得 嘩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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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上布達拉宮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你必須經過九百多級的樓梯才可以到等這個這麼神聖的地方 要知道在高海拔的環境之下走幾級樓梯呢 我已經開始喘了 走完那一刻我真的覺得 噢 拿我命三千 我們現在要開始爬布達拉宮了 Yeah 一會兒上去 不要一邊走一邊走一邊走 好 慢慢走 拿不到東西 現在大約走了三文二啦 好啊 有個 涼亭仔 這樣 讓我們休息一下 但是那裏的水 都是熱水 他說要上去才會有 冷水 這裏辛苦是 這裏辛苦是 辛苦在 曬 繼續啦 繼續啦 布達拉宮主體建築 分為白宮和紅宮兩部分 七層谷的白宮是外牆白色的一部分 是達賴喇嘛生活、喜居和政治活動的地方 而紅宮就是由傳放歷代達賴喇嘛靈塔的佛電組成 有趣的是 近看才會發現原來紅牆是用白馬草的樹枝砌成的 好處是質地夠硬 不容易彎曲 即使是日曬雨林都很難腐爛 另外你會見到布達拉宮的外牆 不是凹凸不平的 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外牆的顏料 會根據比例混合藏民帶來的無牛奶 石灰、白糖、紅糖、蜜糖等等 除了是表達藏民的虔食和祝福之外 亦都會令外牆更白淨、黏稠、耐用 真的不得不佩服古代建築設計師們的智慧和想法 布達拉宮的外牆除了白色和紅色之外 還有黃色和黑色 四種顏色代表著不同的信念 有毛有毛 天出來的 多戀客 參觀就要計時了 進去那一刻就要計50分鐘 進去是不可以拍照 拍片 不可以戴帽子 太陽眼鏡 都是不可以戴的 小一二 要拍就快點拍了 海拔3700米的布達拉宮 是世界上最高的宮殿 它在17世紀擴建之後 就成為了歷代達賴喇嘛的居所 亦都是西藏政治和宗教權力合一的統治中心 但是在1959年 十四世達賴喇嘛丹真加醋 離開了西藏之後 布達拉宮就只剩下終究的功能 直到1989年 開始有文物的登記 在工裝收藏了很多珍貴的寶物 慢慢就成為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布達拉宮 其實我都建議大家 如果來拉薩的話 不要第一天就來布達拉宮 因為其實你來布達拉宮 你不是只影響它的外貌 你都要進去 走上去布達拉宮 如果第一天不適應的話 很容易就會有高原反應 我們來到布達拉宮 很多東西都不能戴的 例如 液體、噴霧 攻擊性豪氣 以及不可以穿裙子 你的褲子都一定要蓋過膝蓋 對,尊敬 以及不可以穿涼鞋、拖鞋 穿球鞋、行得舒服的鞋 會好一點 因為上去也挺適合的 我們現在在布達拉宮廣場 有褲子切 爸爸好樂,你正在拍倒影 有沒有長了? 什麼事? 現在已經是晚上9時28分 布達拉宮在9時25分左右 慢慢開 但它不是開燈 它是慢慢開燈 而且開燈 因為天氣還沒黑 所以 其實也不太覺得它開燈 會不會看到 有很多一塊塊的水 為什麼要倒水呢? 這裡是可以看到倒影 對嗎? 阿妹啊,錄車 正在錄了 現在是早上6時30分 然後我們現在在藥王山這裡 等著它開門 然後我打算看日出 我們竟然5時30分起到新了 哇 阿妹還很難得起到新了 哇 厲害 是什麼驅使你5時30分起床呢? 是家姐的囚囚 子晨,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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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可惡 心想不起的話 應該會被他們趕快 很醒 這樣35分啊 開門那邊是哪裏啊 睡晚了 看,大家都很急啊 我覺得現在已經不是布達拉公日與夜這麼簡單 是布達拉公24小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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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